花生蕩飯食,我們最積極 HKPinut.com,我是陳建文 花生蕩飯食,我們最積極 HKPinut.com,很特別,我是蕭若如 大世界,像舞台 我亦可暢遊異國 風景漢像至今深 為何在宇宙外獨行 花生蕩 愛出酒 出遊溝鬼頭 窮遊 也風流 回來了 剛剛曹總說我們Hardcore 不過我想說 就是上環這個很特別的地方 其實有時候 我們一定要了解多點它的背景 如果我們要對這個地方 要去了解多點 我們想有感受 其實有時候都沒有辦法 我們要去了解一下 其實背後的歷史 可能知道多一點 不是大家都歷史專家 但起碼都可以知道 為什麼上環會有海味街 為什麼以前是這樣的 為什麼每個人在這裏上下課 都是這些小知識 可能有點悶 但當是長知識 因為其實有時候在香港 我們經常說 我們現在本土旅遊 除了行山 放飛機之外 其實原來我們市區 真的有很多很值得我們去看的地方 而這些地方 也是原來跟我們本身的歷史很有關係 你看到我講很多這些歷史 其實我又覺得 為什麼我們讀書 Carol真的要問你 其實我們現在讀書 讀的歷史讀到去哪裡呢 我以前好像是中三才讀過香港史 但好像讀到去 讀的一定不會那麼深入 每一個中西區 很普遍 講EPA 不會講到中西區 中環又怎樣怎樣 西上環又怎樣怎樣 其實我們就說 我們作為香港人 沒有理由說不出自己的歷史 其實很多 我的朋友其實都不是很清楚 香港的歷史 大家都知道 看得窮有的 大家都喜歡旅遊 我的經驗就是 其實想分享一件事 其實我們去外國旅行的時候 很多人 我們一定會跟當地人去交流 其實我們聽到他們說很多話 說他們國家的歷史 說他們的社區的歷史 為何會這樣 其實他們很清楚 我們說不出的 但我們就發覺 為何我們好像很慈窮 或是為何我們不認識 通常就是介紹別人去哪裡吃東西多 吃東西就是說得很厲害 其實我也有同感 因為其實我以前 也有接觸過做Local Tour 但我接觸的遊客 就真的說英文外國的遊客 我覺得他們反而 他們對我們香港的興趣 歷史的興趣 好像比我自己本身更大 其實我那時候 開始試試做導遊 然後又讀過一些書 我才發現 我對香港有很多東西 我都不吃 甚至你剛才說上環的東西 其實我都不熟 很多都是不吃 原來你也有做過 Free Tour 即是我們去歐洲 不是很流行嗎 Free Tour 給Tips 那些 我試過做在香港 帶外國遊客的Tour 反而中環 我有去過有介紹中環 還有都是中環那邊多 反正上環沒什麼介紹 因為其實剛才Carol也說 其實外國人 就是剛才說出一個項目 就是為什麼外國人 想了解多些香港的歷史 比我們自己香港人更多的呢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是不行的 我們不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就是 滴起個心肝 不如我們學多些香港的歷史 其實每個區都有不同的歷史 甚至我們看回中環區 更加是香港開埠初期的一些歷史 所以就是去了解多些 所以是的 可能這次真的有點Hardcore 但其實如果大家 就當掌知識 不斷聽聽聽 不用記的 最重要的了解 就是為什麼香港 為什麼上環會是這樣的 有時候就是 我們記一個很Channel的東西 就可以了 好了 我們又去看看那些相片 好了 這兩張相片 就是剛才 剛才帶大家去到 荷里活道公園 就是剛才那個佔領國 那個英軍登陸的地方 那個營地那裏 我們再向上走 沿著那條普仁街走上去 就會去到一條街叫做太平山街 那太平山街呢 就有很多東西說 剛才所說的 華人在聚居於上環地區 那住在哪裡呢 Exactly 就是住在這條太平山街 那或者我們叫它做太平山區 因為它不是一條街的 是整個地區 那等一下會再告一遍 你見到那條樓梯 都是我們電影 取景的一個很熱門的地方 通常有幾個畫面 要不就是追賊 要不就是拍拖的時候 送女生回家 也可能在失戀的時候 就會自己在一條樓梯 就是那些MV 那些MV經常說失戀 那些MV 就牽著那條樓梯的那條 那條路上去慢慢走下來 就很失落地走下來 那為什麼剛才那三樣東西呢 什麼 拍戲 MV 拍拖 其實這幾樣東西都是 因為這個夠安靜的 這個是充滿了我們的電影回憶 是的 其實去太平山街 待會再說一下太平山區 我們進來太平山街 第一件事 我們要學上環 即去理解上環 一定要去這個地方 一定要去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港幅二池 其實就是原來太平山街走進來 我想走十步八步 就走到這間廟那裡 左手邊 乳乳的那張 那張是比較舊的照片 而右手邊 再去再游過的 是的 重新 它怎麼說呢 翻新過 翻新過之餘 大家留意一下頂上 原本上面的頂上 看到很多香在那裡 就是上面 這裡有個棚 然後有很多香在那裡 其實這是一個潛建 後期它將它會化後 就把潛建拆掉 其實這個潛建用來做什麼 潛建了出來 就掛了很多這些塔香在那裡 其實如果說港幅二池 先不要說它歷史 先說八怪的東西 它最出名的是什麼 原來當年這個位 大家看到我箭嘴這個位 這個位長期掛著一個塔香 是屬於誰的呢 屬於張國榮 是嗎 是 我每次去都會見到的 當然是他好朋友幫他掛的 長期有個香供奉著他 所以當那些八怪的東西 那拆了潛建之後 有沒有很多孤魂野鬼 很多餓鬼 沒有東西吃 曹總這個說得對 其實跟我的想法都一樣 我來到 你拆了那些香擺在那裡 那很多餓鬼 文武廟是不是 會不會放在文武廟那邊 然後我在想 其實這些香 我用經濟角度去想 其實這些香就是一間廟的 收入的主要來源 你現在拆了我 然後我就少了很多收入 原來他現在把這些香放在旁邊 旁邊建了一個位 專門讓他安置這些塔香 這個剛剛現在看不到 他在旁邊有一堂樓梯 有一個位 即是不在上面 有一個位去擠了一大閘塔香在裡面 有一道門 有一道那些梳枝門 那些閘 我看不到進去 大閘 走不進去 在那邊供奉 然後我就再留意一下 張國榮還在不在那 就是這樣 張國榮我就見不到 我見到哪個的塔香在那 都是姓張的 張耀榮 張耀榮 即是那個金牌經理人 沒錯 我就見到塔香就有一個在那 如果你說這樣說 其實他有沒有考慮過 將塔香電子化呢 網上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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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說回 究竟廣福義慈 為什麼對整個上環的歷史 那麼重要 其實他建於1851年 廣福義慈 留意一下這個名字 他不是廟 義慈 廣福義慈 不是祭神是祭仁 是祠仁 是祠仁 仙人 但是有義慈 即是怎樣 祝供奉好人 原來這間公司裏面是做什麼 當然是被人制製的地方 他當年也做過收容病患的人士 也是供奉一些亡魂的地方 所以你現在去到這個廣福義慈 他會有一個大的招牌 寫著百姓廟 為什麼叫百姓廟 其實如果說廣福義慈 即是當年我以前去的時候 你跟人說廣福義慈 反而沒有人知道這個證名 為什麼 他的證名 他經常寫在上面 寫著廣福義慈 但是當年又怎樣 有僭建 蓋住他 那些僭建 根本看不到他的證名 但是他門口就寫著百姓廟 所以每個人就叫他做百姓廟 所以你跟人找街坊 百姓廟在哪裏 每個人都知道 可能廣福義慈在哪裏 就不是每個人都知道 為什麼叫百姓廟 很簡單 其實它是收納了很多不同城市的人的靈位 在裏面 其實這座建築物 剛才說建於18550年左右 其實為什麼它要有這樣的異詞在這裏出現呢 其實剛才所說的就是 有很多大陸的華人來香港找食 令到整個上環區很多人住 剛才說過這條太平山街 太平山街就是當年華人聚集的一個最主要的地方 大部分的人都住在這裏 你想想 遠到而來香港找食 病當然是不出奇 以當年的醫學 病是否這麼容易治好呢 有時 不是的 你知道以前真的很容易死 可能雙風感冒也會死 甚至有很多北方來香港 它不適應香港氣候 會感染到很多不同的病 待會也會說 其實這個太平山區有很多傳染病 傳染病因為太多人聚集 所以很容易染到病 所以以前那些華人 如果真的嚇死異鄉怎麼辦 原來這個百姓廟 就會幫他們做一個工作 譬如我那間屋 接著有一個人過世 盡量去找鄉下的人 幫他 即那個屍首 暫時會傳放在這個百姓廟裏 還會幫他聯絡鄉下的親人 聯絡鄉下的親人 就把屍體舔舔舔回去 甚至不是每個人都找到親人 找不到親人那些怎麼辦 在香港燒了也好 安葬也好 然後也會放一個靈位在裡面 所以為何叫二詞就是這樣 其實這件事也是一件好事 但是人真的太多 廟這間廟實在太小 當時有些情況 剛才不是說過 因為有些傳染病 傳染病 如果患了傳染病 即是現在這樣 患了傳染病 都要去隔離 以前不是的 以前是你不要回來這裡住 你有病 那些人去哪裡住 就去港福爾池那裡住 然後又有些死了的屍體 又有些病人 所以令到整個環境非常之差 當年港英政府有個官員 看到這樣的情況 他就覺得這樣不行 那些病這樣傳出去 看到這個是問題 就去提出一個問題出來 然後當時的港英政府 就找了一班華人鄉紳 華人的有錢人 那些有錢人 就希望他幫忙 政府就先走了 在隔離普仁街撥了一塊地 再捐了十一萬五千元 去建一個人醫院 這間醫院就是今日的東華醫院 所以為什麼有東華這件事的存在 為什麼現在大家都知道 東華三院是東華三院 為什麼有東華三院的存在呢 就因為首先有一間東華醫院 為什麼有東華醫院呢 就因為這間港福爾池 當年曾經都是濟世為懷 去幫助一些離鄉滅井的華人 而實在那個人數太多了 做不到 而有些可能是疫情 從而衍生了東華醫院這件事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東華醫院 就是為什麼他仍然會用一個標題 就是制世為懷 要幫助貧府市民 免費贈醫私藥 其實就是他要秉承當年的港福爾池 當年的做法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為什麼那些人不去看醫生呢 那時候他其實不是沒有錢 那時候也有政府醫院 他是不信西義 沒錯 原來當時的華人是不信西義的 當時的華人不信西義 其實就像現在的巴西原居民 還有非洲的寶洛 還要他們無醫 為什麼那些武漢肺炎 可以這麼厲害 如人無人知境 就是因為他們不信現代西義 其實當年也是的 那批華人 簡單來說他們是低學歷 甚至不識字 全部下來都是做一些菇喱 單單抬抬抬 所以他們很恐懼 恐懼西方醫學 所以他們就不去看西醫 當時的中醫是怎樣的 不是現在的中醫明察有很久的 我在大陸讀過一下 中醫讀過一下 那些江湖 對 跟你把脈 就說這樣 那些江湖大夫 那時候的中醫不是很受承認 所以其實東華醫院一開始 其實是一間中醫的醫院 因為他們知道華人要接受中醫的診治 那叫做一個有系統的中醫診治 就不要說街邊隨便找個藥材譜 中醫 有一類中醫一定是最穩陣的 就是黑社會幫襯開那些 被人扔完之後 扶傷去九龍寨城 那些一定是最穩陣的 如果你不行的話 連你都被人扔了 我們進去看看這間店 剛才看到一個平台上來了 聖地 其實原本聖地 不是聖地牙哥 聖地牙哥 我不知道 沒理由 其實你又不是凸出來 那其實這裡一上 一進去就是一些廟 其實現在的廣福議池最出名的是什麼呢 去攝太歲 攝太歲 很多人攝太歲 特別是新精頭 新精頭攝太歲 其實他都有制製一些神的 那我就不方便拍照 因為其實這間廟 出名的 不是有些惡的 惡 就是那些廟足弓 所以我們這麼多年去 都不是什麼的 都在那裏辦事 我們一間中都會去的 是的 就是看看有什麼新的東西 這個門口是這樣 其實這裡有一張照片 右邊大一點的照片 我都在網上找的 其實很難找的 因為很難拍的 現在我不知道拍不拍到 我也不敢拍的 因為這是什麼來的 其實你走到後院 最入面的房間 就是剛才所說 就是去供奉亡魂的地方 其實大家看到照片裡面 其實是很多一格格的 人的小小照片 然後有些小的神柱派在這裡 其實就是當年 一直存在這麼多年 以前就是那些 我們叫嚇死異鄉 就是離了香港 然後找不到親人 而在香港新僱了 其實他們也住得很擠 土地民體 所以剛才也說 其實是不是這樣 已經當靈位了 算是 算是 他們是集體供奉 什麼集體供奉 就是我們家裡 每個神柱派有煮香 看到前面有一個大香爐 一個香爐 對 這麼多人去吃 對 正確是怎樣我也不知道 只不過現在他們的手法就是這樣 其實 我曾經進去一次 進去其實真的有些 那種氣氛 令到你有些不舒服 不舒服? 我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是我知道背後的原因 還是真的進去 即是有些陰氣 都是可以這樣形容 很屈雜 你進去有些不舒服 總之就是 那麼多神主牌 我想起那些 我會聯想起那些 那些什麼屠殺紀念館 那些 大屠殺 那些 即是你去柬埔寨 赤柬那些人骨博物館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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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種故事 但這些 其實他做好事 這一個 就是這個 議池 沒錯 其實這個議池 就是一件好事 只不過就是幫 就是幫 他們 等他們 哈死異鄉都有一個地方 其實應該都要給個什麼 給他們 投胎 然後換下一輪相 換下一輪相 是啊 如果不是的話 填滿了 通常是這樣的 其實我發覺 中西對待亡魂 也有個理論 就是說如果 這個亡魂 他們的家人 不存在 已經是沒有人 去掛念他們 沒有人去供奉他們 他們自然就會走 其實是 我記得那時候 這個理論 我以前是看那套 什麼 墨西哥 那套 動畫片 Coco 是嗎 Coco 其實他描寫得非常生動 其實是 還有他用一個 不是害怕的手法 是啊 如果 那些 你家人 你再生的人 沒有人記得你 沒有人記得你了 連你一張照片都沒有的時候 你的肯定就不行了 你就不可以 就是 在亡魂節那裡 就出現了 回到那裡過橋 其實是 我發覺中西都一樣的 如果 我以前聽過 我以前的阿姐 那個上司 這樣說 如果你自己很想念 你是媽媽的話 他就會在你家裡 那 如果有小孩 上去你家的話 就會 哭 會周身不聚財 這樣 有這樣的故事 所以我不明白 如果你說 嚇死異鄉的話 理論上 那就變了生人霸死地 阿曹總也這麼說 可能在200年前 已經處理了 又開始處理了 逐個處理的時候 你想想 到你接受 你做廟竹工 我要記錄一下 那你是不是說 我開始清掉它 有沒有人敢清掉它 那倒是 那倒是 但你沒有不灰陰的 只有一張照片 沒有的 應該只有一張照片 對 一張照片 就放在記事寶裡 就可以了 你騰空的照片 假出來 我猜 其實都是很現實的問題 之前處理了 然後你說 是不是要拿走它 其實有沒有輪替 我經常懷疑這個問題 要拿走它很大勇氣 但你做得住持的話 這個矛盾 你始終要面對 我又這樣說 如果真的 香港土地問題 沒辦法 就拿走它 但你記住 現在沒有新進來的人 現在不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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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陸就繼續住 對 所以 這樣就繼續住 已經沒有了那個意義 沒有了一個功能 當然是 所以我說 現在主要功能 是歷史的位置 就是涉太歲 涉太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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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照片更有趣 這張照片 都是廣福以辭 這張照片 就是廣福以辭 剛剛做完維修 下面不錯 剛剛做完維修 然後搞了一個活動 把上環一些景點 把他掛了一些田 然後找一些藝術家 是現在的事 這是之前的 早幾年 現在沒有了 然後做了一張畫出來 一個瓜褥 那現在又回紅色了嗎 接著一開之後 那個飛椅非常之大 即是那些老人家 特別是住在附近的居民 經常來這間 阿苔 阿苔 那樣 鬼馬鹿 你又很難怪 你想想那些 那些善信 離開這麼多年 都是這樣的 都是這樣的 即是經常來那些 你搞得像嘉年華 然後突然間 大家都很期望 究竟新康修緣 變成這樣的時候 那時候 真的 一出了這件事之後 他整個區議會 甚至他有些關注 收到很多投訴 直接投訴 直接要給政府壓力 麻煩你快點抹走 所以 最後 其實都讓步 就是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變成以前的巴士顏色 對 所以這裏有個很有趣的地方 剛剛也說了 太平山界 剛剛也說 原來早期華人 在上環的聚居地 就是在太平山區 大家看到這裏有兩張照片 兩張照片都是同一個地方 只不過不同角度去拍攝 好像安徽那些村莊 好像歐洲那些山城 有很多小屋在山坡上面 那又不是這種屋簽 大家都形容到很美好的 在歐洲山城 我覺得有點像在安徽黃山下面的霧原村 尖過一些 是油菜花 是 但其實現實是怎樣 現實我們看多一張 應該很擠迫 我找了一些圖 其實裡面 我找了一個地方 他組了一個模特兒 當年那些人的居住是怎樣 簡單來說 其實當年這裏是發生疫情的 發生鼠疫 那其實呢 為什麼會這麼發生鼠疫呢 那當年就會變成一個 被人充公 就當成一個集中營 其實是 你看到太平山街這張圖 其實那些屋是一間黏著一間 一間黏著一間 而旁邊是黏著 其實前後都黏著的 前後都黏著的 這個就好一點 有一條行 但是大部分 左右都是迫到很重要的 那其實裡面的空間是怎樣的呢 裡面的空間 其實都是前鋪後居 前鋪上居 而前面就賣東西 然後下面賣東西 然後這裡就是廚房 廚房來的 然後兩個廚房就黏在一起 其實一間屋 如果我們做設計 或者做建築的人都會知道 廚房是一個要很小心處理的地方 因為廚房大家都知道 有食物 就會有老鼠、蟑螂 就會有很多滋生、很多細菌 就是溫藏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把兩個廚房黏在一起的時候 就很容易大家會互相交叉感染 我們現在用現代的俗語 即這些廚房交叉感染 當年也是這樣 當年這裡就發生了一場很大的鼠疫 在1894年太平山區有一個叫鼠疫大爆發 香港就叫鼠疫 其實歐洲就叫黑死病 為什麼叫黑死病呢 就是當你患了被感染了疫症的老鼠咬到之後 你的手指、腳指和皮膚都會變黑死 所以當時叫黑死病 也是一個高傳染度 好像現在這樣 一個高傳染度的傳染病 其實為什麼後期的人去研究 為什麼整個太平山區的鼠疫這麼厲害 當然第一件事就和華人傳統的生活是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其實簡單來說 當年的華人都不是太過衛生 即我們的生活不是太過衛生 你見現在某些地區都是 周圍吐痰 甚至垃圾周圍丟 當然也要歸咎於 那時候未有一個很好的處理廢物的一個系統 甚至這些是不是有自內水沖刺 當然不是,全部都是倒野香的 變成廚房食物又這樣處理 然後人體廢物又這樣處理 然後你看看 其實這裏有一張相片很可笑 裏面有養豬 有養動物 即是人畜共生 對,人畜共存 那時候有這樣的情況 就不是每間都是這樣 變成華人的生活習慣 居住的空間非常擠迫 還有你想想這裏本來一層樓兩層樓 第二樓上面還要多劏一間出來 上面有個角仔 變成那個居住空間太過激壁了 而且其實最主要就是因為建築 那些屋 剛才看到前面的很漂亮 Caro說得很優美 在歐洲山城 但香港這個山城 原來背後不是那麼優美 通常黑白之後就會浪漫化了 所以後期 你見到這些屋是這樣 看看這裏 其實你見到這裏有兩張舊照片 你見到很多穿白色衣服的人 白衣人 不是元朗的 戴帽子 其實這些我們叫衛生幫 現在都有 市政局 現在有食環處 其實原來那時候就知道 你見到全部都是西人 留意一下很多都是西人 其實就是當時港英政府的一些官員 或者是那些職員 他們就走來 一定要找西人 就走來華人這個社區 去幫你們洗太平地 什麼叫洗太平地 現在我們經常都說洗太平地 什麼叫太平呢 原來就是太平山區的地 就是那些衛生幫 拿了這些傢俬出來 就幫你消毒 不停在噴消毒藥水 幫你消毒 甚至他覺得有些東西要消掉 他不理你 總之將你整個家當 推出來 可以消毒就消毒 不消毒就消掉 那就叫洗太平地 所以當時聽說 當衛生幫來到洗太平地的時候 就要將貴重物品 收好它 當然拉你的櫃出來 有條金鏈 它不會消掉 也不會給你 可能 所以當然什麼事情都會發生 然後右手邊這張照片 更有趣 你看到一班 這裡正在做事 那這班人 其實在拍照 還要是樓上都拍的 那個人站定在拍照 原來其實他在做什麼呢 看到前面有個重點 看到這裡有個黑色的四方形 一個這樣的東西 其實這張是一個棺木 我都猜是棺木 其實這裡是在做什麼事呢 原來當年很多華人感染病之後 甚至是你的家人 他們的家人 不想將屍體 拿去安葬 甚至他不知道怎樣安葬 即是將屍體 收藏在家裡 當時的衛生幫除了消毒之外 就是要找一下房子裡 有沒有患了傳染病 而死的屍體 因為這些屍體都會傳染病 都會傳染疾病 所以這張照片就顯示 就是他們在找一個棺木 那一定會有很多衝突 是呀 所以其實 不要說是搶屍 那時候純粹洗太平地 也有很多衝突 所以我剛才說 會不會拿到你一些東西 甚至你一些要的東西 但英國人也很混亂 即是做這些爛頭卒 和華人有衝突 就找一些印度人來做 你一看到 在前面那些 最左下角的印度人 其實是找印度人來欺騙你們 因為那時候 你知道 洋人永遠都好像高人一等 印度人就做一些傷害 就是欺壓本地人的Dirty Job 譬如 如果你去坐牢 去通貴 那些就找印度人來做 你看到現在這張照片 就展現了那種的面貌 都可能是這樣 那我看下去 這一張是什麼 這張圖就顯示到 當時整個太平山區 這一條就是太平山街 整個太平山區 就是這個 這個叫太平山區 你看到每一個四方格 就是一間屋 你想想 那個居住密度 迫得很厲害 原來是這麼迫的 後期就是有見及此 就發現原來建築出現問題 就將整個太平山區 重新規劃 多了一點 就規劃到這樣 你見到中間有一幅很大的長方形 這裡寫著Public Square 應該這樣 其實就是現在的佈公花園 現在的佈公花園 你見到 它根本將整個社區剷掉 就中間擺了一個大的公園 一個公共空間 你見到旁邊還有一些小的房屋 都還有一些 而我們看一張今天的照片 這個Google Earth 就整個太平山區 根本就已經 大部分都是這個 佈公花園 其他還有很多矮樓 其實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當時 那個鼠翼橫行 也都是 令到香港成為液浮 也成為液浮 所以英國人就要 好好處理這個地方 我們今天繼續去 在太平山街那裡走 一直走上去 北公花園 北公花園門口 就有一個 紅色的橢圓形的牌 它就寫著 就說紀念當年 這個太平山區 鼠翼 就令到很多人死了 有這樣的牌 讓大家去圍免 當年那個 就是剛才看到 外面很浪漫 很優美 但其實裡面的居住空間 原來是這麼大 甚至令到 有瘟疫發生 剛才說太平山區有鼠翼 如果我們說鼠翼 一定要說這兩個人性 這兩個人性是什麼人 其實原來 香港那時候太平山區 發生鼠翼 剛才說鼠翼是 1849 不是 那個鼠翼是幾時候 是1894年 1894年的鼠翼 1894年那時候 這兩個人性 就來了香港 一個叫做 阿里桑莎耶鎮 我叫他耶薪 另外一個日本人 叫北李柴三郎 耶薪和北李柴三郎 是什麼人 其實當時港英政府 就發覺 其實看回歷史又很有趣 當時港英政府 原來 發覺鼠翼的時候 都是有些官員去晉間 現在有鼠翼很重要 我們要處理 原來當時的 港英政府都是懶懶的 都是說 都沒有 不是那麼嚴重 可放可放 對 都未必是 但是直至到 真的爆發到 路人皆見的時候 就死了 當時有一個 港英政府的一個官員 他負責這件事 他第一時間 就要找人幫忙 要幫忙 香港自己 搞不定 在日本就聘請了這一位 細菌大師 叫做北李柴三郎 來香港就去幫忙 我們現在鼠翼 可以幫忙研究一下鼠翼 究竟它是一個什麼 因為當時 大家對鼠翼 都不太認識 究竟我們有沒有預防 其實歷史也是這樣說 好像我們現在這樣說 我們的疫苗在哪裡 我們有沒有疫苗 叫北李柴三郎 首先去研究一下 這個鼠翼究竟是什麼 究竟是什麼 導致有鼠翼 或者怎樣傳播 因為他是一個細菌學家 請了北李柴三郎 他很快 不知用了幾天的時間 就知道 搞定 有結果 因為他有一組人 然後很快 很快 去刺針雜誌 大家知不知道 刺針雜誌 沒錯 是英國的醫學雜誌 大家去出論文 在那裏 他很快就在刺針出了自己的論文 就說 我發現了香港鼠翼 那個 叫做 鼠翼幹菌 原來就是這樣 醫學的事情 不說 他自己就說 好療 然後政府官員說 你細菌學大師 大家沒有人懷疑 直到隔壁這位 年輕一點 這位 爺生 他是一個瑞士裔的法國人 我還以為他是俄國佬 其實他當時就在越南那邊 所以他就說 他知道香港 有鼠翼發生 不如看一看過來 可不可以幫忙 他自願來的 自己來的 然後來到 可不可以 他就找回 這個負責的 當時港英年代的官員 我們可以給我一些資料 我幫你研究一下 然後港英官員就當然 我們有細菌學大師 北理柴三郎 還說搞定了 你這個年輕人 你們做什麼 這個是日本袁國勇 那你們做什麼 其實當時 我們看歷史 北理柴三郎 就受到貴賓式的款待 而這個爺生 其實就不是很理他 就是踢館 在這裡 就不是很理他 政府不是很理他 搞什麼 我們可以的 我聽說北理柴三郎 很抽得 已經有大師搞定了 大師在這裡 差在未說 不用理他 但其實就是什麼 他說可不可以給我一些資料 可不可以給我一些報告 看看 什麼都不給他 但是他們研究細菌學 最重要是什麼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句屍體 因為要從屍體上去抽一些組織 當然政府當然不給 即是他要解剖 要做解剖 要去抽組織 去驗那些東西 政府當然不給 但是這個爺生 都不是善男順女 他去找法國政府出面 誰知道都不行 但是什麼最好呢 錢最好 他賄賂了一個 不知官員還是什麼 還是警察 總之一些政府官員 一些公職人員賄賂了 拿到一個屍體 他就在屍體上去研究 然後他就發現一件事 跟北理財三郎是不同的 有沒有搞錯 北理財三郎 你那個發現 不是這樣的 他覺得在醫學上 你發現那個幹菌 不是這樣的 這個不是鼠疫的幹菌 我發現那個才是 罵上胞胎 罵上胞胎之後 最後呢 誰贏呢 原來爺生 就真的說得對 原來北理呢 可能他真的以為自己是大師 他闖說好幾天 就做好那個報告 其實他們兩個分別是什麼呢 原來北理呢 他純粹在病人 或者那個屍體 的一些器官上面 就抽出一些組織 去研究 原來爺生就說 其實鼠疫 你一定要抽他的淋巴組織 因為淋巴是一個免疫系統 還有那時候 他看到那些屍體 所有的淋巴都是腫脹的 應該在淋巴那裡抽 原來爺生 原來爺生 應該會找到那些抗體 所以爺生就去做這個項目 發覺也是真的 原來北理那時候 找到那個菌 雖然都是一個菌 但是不是鼠疫的幹菌 是另一個病的菌 然後最後 發覺爺生那個才是對的 最後北理也都低調道歉 不是道歉 低調認了自己是錯了的 所以現在鼠疫的 醫學的名字 就用了爺生這個名字 所以如果我們講香港的鼠疫 就一定要講一下這兩位人兄 所以其實 原來故事很有趣 原來後來那些 甚至沒有政府幫他那些 自己搞一下搞一下 又搞到一個真相出來 法日大鬥法 所以 經常都看回現在的香港 總之大家不要放棄了 有時候 主政也是未必有什麼 所以 鼠疫就先講到這裏 我們下一次再回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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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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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